最后是一些简单的观念 我们前面学过扩散 我们前面提过扩散 温度比较高的时候 东西的扩散速率比较大 就是比较容易扩散 比较容易充满整个房间啊什么之类的 这个想法知道就可以了 温度会变高 扩散速率会增加 扩散会增加 还有一个事情叫做 吸热跟放热 物理变化也有吸放热 不过物理变化的吸放热比较简单 融化要吸热 凝固会放热 气化要吸热 凝结会放热 还有是化学变化也会吸热跟放热 才会有变化产生 我们国中生说的吸热 指的是要吸收能量 所以吸收热叫吸热 吸收电 我们也叫做吸热 吸收光我们还是大家叫做吸热 所以我们都把它列作所谓的吸热反应 吸热反应 吸收能量 电解电度电链 三年级要加 要吸收电 光合作用 一年级生物交过 要吸收光 这个我们要交的 碳酸氢纳分解 氧化管我们提过了 氧化管我们提过了 碳酸钙也应该提过 碳酸钙是后来的重点 它们受热会分解 这叫吸热反应 吸热反应 加热去洁丁水 我们交过了 氧化雅菇 有水没有水 记得颜色吗 有水氧化雅菇什么颜色 没有水什么颜色 还有一个硫酸酸菌 有水什么颜色 没有什么颜色 再来烤一烤 吃吸热去洁丁水 吸热反应 吸热反应 好 吸热反应 这就是吸热 然后呢 尿素甲酸素聚合 这个是下语集的内容 它是吸热反应 还有吸热 它才会聚合 好 这就是吸热反应 吸热反应比较重要 为什么比较重要 因为 国中生学的几乎都放热 国中生 我教你的化学变化 几乎都是放热 所以放热不要背 背吸热就好 有背过的吸热 没背过的就是放热 因为放热比较多 吸热比较少 我刚刚举的例子 你叫背下来 今天是吸热反应 好 试考你就是它吸热还放热 没有背过的 没有背过通通都是放热 国中学的大部分都是放热反应 燃烧爆炸 呼吸作用 都是氧化还原 下血气味焦 酸碱中和 下血气味焦 这都是所谓的放热变化 这个也是 这个是学期末灰焦 学期末灰焦 碱金竹跟水 跟酸作用 学期末灰焦 这些都是所谓的放热的化学变化 讲过了 放热比较多 吸热比较少 请把吸热背下来 没背过就是放热 其他人都这样 OK 没背过就是放热 没背过就是放热 所以放热不用特别背 背吸热就好 背吸热 我刚刚跟你讲过哪些会吸热 以后考验上讲义上 你只要看到它吸热就给我背下来 这反应叫吸热反应 OK 有点问题吗 没有 你解开场练习 好 好